西伯来书第二章 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 恐怕我们随流失去。 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 既是确定的, 凡干犯悖逆的, 都受了该受的报应。 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 怎能陶醉呢? 这救恩岂先是主亲自讲的, 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 神又按自己的旨意, 用神迹、骑士和百般的异能, 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 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 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 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 人算什么, 你竟顾念他, 世人算什么, 你竟眷顾他, 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 赐他荣耀尊贵为官名, 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 叫万物都扶在他的脚下。 既叫万物都扶他, 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扶他的, 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扶他, 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 因为受死的苦, 就得了尊贵, 荣耀为冠冕, 叫他因着神的恩, 为人人尝了死位。 原来, 那为万物所属, 为万物所本的, 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 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 本是何宜的。 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 都是出于一, 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 也不以为耻, 说, 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 在会中我要颂养你。 又说, 我要依赖他。 又说, 看哪, 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 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 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 特要借着死, 败坏那长死权的, 就是魔鬼, 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 他并不就拔天使, 乃是就拔亚伯拉罕的后裔。 所以, 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 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 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 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 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